有些人是靠自己的咖位吸引眼球的 有些人是靠专业吸引眼球的 你很介意这样的一个划分吗 在你身上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我当然不介意 我一定是靠专业 因为我咖位 我的咖位一直把它当作 我自己调侃的一个对象 我经常会说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来机场 突然有好多人 莫名其妙来接我的机 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手机 可后面是我的照片 我都会把它将作我的笑话讲 所以你这个笑话的背后 你觉得你没有自信 成为咖位的人吗 主要是我追逐的不是这个 我志不在此 所以你从来没有一个梦想 说我要有一个主咖的梦想 目前我还真没有特别 去规划一个这个事 你愿意比如说配的 我挺喜欢的 而且很多艺人朋友 因为我的存在 让他们也有这种安全感 我已经很高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角色的设定呢 还是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我这个肩膀 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也不喜欢去担 我的人心条很多时候就是 高兴快乐点就好了 我没有想的特别长远 对 就看你愿意做花 还是做叶子 对吧 当然一枝花 必须要有叶子和花 是 就看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你拍过 13部电影 这个还数了 对 五部电视剧 应该是有 有些没播 你第一个触电子是叫什么 第一部电影叫变身男女 林志颖主演的一个电影 对 你在里面演什么 演一个那个 骗子 馒头男 对 每个人 受自己的嗜好 我就喜欢 玩骗子 就像现在 第二部呢 第二部好像已经就是 《西游小墨》片了 《西游小墨》 对 你在里面演的 《喷雪歌》 《喷雪歌》 我拍中音师导演戏的时候 体会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哲理 我当时喷血的时候 他说不要夸张 你千万不要夸张 因为你这个事情已经很夸张了 你就一本正经的 反而是好笑 因为事情是诙谐的 但你人是正经的 这种才是最好笑的 我的所有角色的名字 要么都是什么男 什么歌 就是 OK 男歌 对 没有一个正常 然后美人鱼 剪到一半 美人鱼反正就是有拍摄 对吧 但是后来都镜头剪了 是因为你演什么东西 跟他之间日程冲突了吗 对 就怎么调都调不出来 我就没有了 后来你还专门去解释了一下 对 我自己会脑补一些画面 就觉得 杨婷没时间来不了了 好的 怎么 但就别来了什么的 我就想太多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定要给他本人说的 详详细细 我才能心里石头落地 所以我戏拍完 我第二天自己 买了个机票 我就飞到深圳 那个美人鱼剧组去了 然后他们还在拍 我就等到中午 周先生他们中午放饭的时候 在他休息室里面 我就进去解释这个事情 一进去眼泪哗哗掉 你还没开口眼泪哗哗掉 就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特别抱歉 然后也讲述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说时间其实我们都调得好好的 都是调出来的 但是那边剧组的变动 导致有一天的这个时间挪不上来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他的反应是 后来因为我在那哭 大家也吃不进去了 那么多人都在吃 我还在看桌上菜呢 我那会儿 边哭边看 今天菜还不错 有一个尺质排骨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就让大家先出去一下 让周先生说你做吧 他就让我做 他说理解的 因为演员有的时候就是很被动 然后他们那个制片人 也带着我又说 那这样 你看你现在还想不想来演吗 你想演演的话 我并不能保证给你分到多重的戏份 然后我说我来这不是为了演不演的 我已经不好意思了 我不是要来演 但是我今天说清楚 来解释 解释清楚我就OK了 所以你拍那么多的电影下来 你觉得哪一部电影 你是觉得自己觉得特别爽的 我认真说我没有哪个电影是 非常非常爽还做不到 我的角色都不是很重 好 讲剧吧 好吧 哪一部剧你觉得自己相对来讲 比较得心应受 电视剧的话 我真的能感受到一个角色 让一些观众朋友们 还对那个角色有所认可 是盗墓笔记 我演了一个角色叫《红顶水仙》 红红 香嫂 这样 我没有看到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看到过我好不好 我就先出去了 这样 我跟你说一下小虎我命 你管管听话 就是南派三叔觉得我非常适合 他们是点名要我演的 因为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四川人 所以我在那个戏里面讲川普 你讲川普就意味着 你跟你小时候语言系统是很接近的 所以你就非常自然 你就会慢慢跟这个角色 就会比较契合一点 我就真的感受到了演戏的那种 爽 那种快乐 演戏这个东西真的需要你探索 镜头很奇怪 它可以放大演技的夸张 也可以缩小演技的夸张 我就发现 我这样肉眼看到 我觉得这样演的好夸张 镜头一呈现出来 一点不夸张 恰到好处 有很多厉害的演员就是 以为痛哭流涕是 就是悲伤的极致 反而不是 不让你看到眼泪 整个人埋在一个角落里 反而你感受那个背上的力量会更大